再问你一遍 如果此时此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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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清楚了 是小陈吗 主持人你好 请坐下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我叫陈一军 我来自广东广州 我是停解的司机 接下来我提问 你回答 好的 第一 为什么躲在第二现场 不出现在现场 拿了钱 回答我 拿了钱 来 这是我的场子 这不是你的企业 来 回答我 我不想出来 为什么不想出来 不能再回避了小陈 虽然我理解你这个年纪 可能会有一些懵懂无知 但是今天请你说出 你心里心所有的话 我今天是来 把那个十万块钱还给他的 小陈你真的拿了 古大分十万块钱吗 小陈你出来好吗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听我问 你拿了十万块钱是吧 是的 你为什么要拿呢 又为什么今天要来还呢 那天 婷姐跟古老板出去谈生意 因为喝了酒 等我开去接婷姐的时候 婷姐已经喝醉了 然后 古老板就跟他坐在后排 我坐在了 前排 但是 我通过反光镜 看到 说 看到什么 算了 这个过去就不说了 说 别乱说小哥 我看到 古大哥 搂着 婷姐 亲了他 而婷姐没有拒绝 怎么可能 古大分 但是他当方面说 我再问你一遍 小陈 他当方面说 小吕万婷是不是已经喝的断了片了 没反应了 是的当时 那他怎么拒绝 他已经不省人事 请问他怎么拒绝 是不是这 这是你拿十万块钱的原因是吗 不是的 当时 婷姐喝醉了 古大哥就 找我 他下车跟我谈话 他说 婷姐答应要跟他结婚了 而且以后就不用我来坐他的司机了 以后车会给他开 而这个十万块钱是婷姐的一番心意 叫我以后不要在这里坐了 余万婷对于古大风一直以来的拒绝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小陈 所以你拿了十万块钱 那为什么今天又要来还呢 他当时是直接打卡 就是转给我的 我不知道 好吧 你是否愿意来到第一现场 小陈 出来吧 当方面的就当方面的 我们就有一个人 昨天做梵子 被制作了 请続 ayer 我 我 我 那 传闹 我 傍 杰 怎么 我 怎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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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好 你可以啊 我就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 当你发现古大风亲他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跳出来给他一拳 怎么说呢 我 不管古大风说了什么 我以后跟他断绝来往 以后我不再是你的老板 我要做你的女朋友 不会 来 站这儿吧 接下来是余万婷和小陈的告白时间 你已经拒绝给我一次了 我们把钱还给他 以后我们俩一起共同努力 好不好 答应我好吗 听姐 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我什么都不懂 我只是一个司机 我只能负责 借你上下班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只要我们两个是真心的 能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你不要再去顾忌了好吗 在歌西ų里面 如果不能在歌悦 如果不能在歌悦 待会我好吗 那你为 encanta 你答舀舀舀 di 一个人的路途 也不会孤独 我要问我的幸福 能有什么